未来地球的科技可以实现星际旅行 不断地在外太空建造殖民地 以此来证明人类才是宇宙中的主宰 但很快在银河系的另一端遇到强劲的对手 名为艾瑞克尼虫 它们不仅能吃土而且繁殖能力特别强 强韧的四肢可以轻松将人类一分为二 而且拥有惊人的生命力 需要耗费大量的弹药才能将它消灭 恐怖的数量也是这个星球的中间力量 第二种便是巨型甲虫 浑身上下被厚厚的铠甲所包裹 不只拥有强悍的防御力 铠甲之下还隐藏着巨大的油桶 从嘴里吐出高腐蚀依然液体 可以轻松地将人类身体融化 第三种名为星空跳跃者 也是负责虫足高空侦查的种群 攻击的方式便是利用高速的俯冲 通过前掌可以破开人类的防御 还有一种可以远程攻击的虫子 在不设防备的情况下发射离子炮 用来打击外轨道上的人类战舰 强大的冲击可以瞬间将飞船一分为二 还有一种神秘的虫子暂时未知 但人们相信它一定会存在 这也是科学家们争问不休的话题 直到这天 虫足大军开始向地球投掷陨石攻击 虽然大部分被防御系统拦截 可还是导致太空基地遭到严重破坏 地面更是受损严重 短时间内一个城市被摧毁 这次事件直接导致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联邦委员紧急召开会议 同意正式向虫足发起反攻 在幸存的市民中征召了百万新兵 年轻的强尼与艾力也在其中 二人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艾力凭借优异的成绩当上了星舰驾驶员 这也是她多年以来奋斗的目标 在昔日的学长带领下 很快掌握了星际战舰的驾驶技巧 而强尼只能报名前线的机动部队 每日接受着高强度的战斗训练 与艾力之间只能凭借互发星舰联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 艾力发现二人的理想有着天差地别 不得已只能选择与强尼分手 这些话语让强尼心如死灰 整日心不在焉地投入到训练中 结果还是由于意外 导致一名队友失去生命 这让强尼自责不已决定返回家乡 结果这时传来虫足袭击地球的消息 电浆虫推动陨石再次砸向地球 直接导致八十多万人类丧生 强尼的父母也在其中 重燃斗志的强尼找到教官 希望可以重回机动部队 教官也是明白强尼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便默许了他的请求 接到命令的强尼与数万名战士登上星舰 浩浩荡荡地奔赴雷姆星球 一群人类的星舰飞往雷姆星 派出数万名先锋部队攻打虫足 以为他们只是智商低下的虫子 结果却意料之外地陷入苦战 便将虫不断朝着太空发射离子炮 可以准确地命中外轨道的人类舰船 大量的飞船在攻击中受损严重 而地面上的队伍也遭受着虫足大军的猎杀 坚硬的外骨骼可以抵挡住大部分的攻击 杀掉一只需要消耗大量的弹药 而远处犹如蚂蚁般的虫足 正源源不断地奔向这里 先锋部队只能边打边撤 此时的战地记者还在疯狂地直播 结果下一秒就被虫足士兵抓了起来 更加疯狂的摄影师还在全程拍摄 撤退的墙泥转身试救 愤怒地打光子弹才将虫子击倒在地 结果却被反扑的虫子击穿了大腿 知道自己已经无法逃脱 抓起身旁的火炮奋力发射 打算为队友争取更多的撤退时间 随着扑过来的虫子便生死未知 这次的溃败导致直接损失十万人 星际舰队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整个太空基地破损不堪 到处都是不同程度受损的战舰 回到基地的艾莉 看到此时的阵亡人数已经上升至三十万 带着一丝侥幸寻找强尼的名字 果然她的名字赫然在列 这让艾莉悲痛不已 虽然已经分开但心里还是无法接受 而强尼并没有牺牲 正躺在大型溶液罐中疗养受伤的身体 原来当她昏迷过后 一名长官将她救了回来 转眼过去了三天 负责这次作战的统帅引咎辞职 刚刚任命的高层继续展开战略部署 让猛犬部队前往幽灵星继续阻挡重组 伤病归来的强尼也加入了这支队伍 指挥作战的中尉便是救回强尼的恩人 这次吸取以往的教训 直接派出轰炸机对虫族进行一波地毯式的轰炸 接着派出队伍将那些漏网之鱼进行清剿 遇到那些残存的虫巢 直接发射一枚小型核弹 瞬间将整个虫窝捣毁 而这边的小队也是胜利在望 这时大地突然震动 一只上千公斤的甲虫破土而出 绿色的眼睛对人类充满了敌意 直接对着士兵吐出腐蚀性的液体 吓得其他士兵四处逃散 而一旁的强尼异常的冷静 看准机会纵身一跃跳到甲虫的背部 拿起武器朝着仅存的弱点疯狂扫射 很快甲虫的后背便打出一个大洞 痛苦的甲虫开始抖动身体 试图把强尼甩下去 好在强尼伸手敏捷 牢牢抓住甲虫的伤口 在被甩飞之前将一枚手围扔进了洞中 下一秒甲虫从内部被炸成了碎片 一系列的操作得到了中尉的赏识 直接将强尼连升速级 成为了盟拳小队的中队长 这次的胜利让大家重新找回了信心 相信不久后人类就会取得胜利 结果这时中尉得到消息 数光年外的K星球遭到虫族重创 大家只好再次启程 坐着星剑连夜赶往K星支援 很快小队来到了目标地点 却发现要塞内的士兵早已无人生还 经过排查发现虫族居然从内部挖了一条通道 袭击了要塞内的士兵 这时身旁的柜子突然发出声响 原来还有一位幸存者 而此时的他仿佛受到了刺激 嘴里不断喊着有稀释大脑的虫子 让中尉赶紧请求支援 气得中尉真想直接把他就地正法 而就在这时一名士兵发现敌情 眼见无数只爱瑞克尼虫朝勇般向着要塞围了过来 刚来到K星的人类就被一群虫子包围 密密麻麻地朝着要塞奔来 士兵赶紧装填弹药 驾起武器叙事待发 随着中尉一声令下 匿急的火力疯狂地开始扫射 可虫子却不知疼痛般地继续冲锋 显然人类陷入包围定是虫族蓄谋已久的 持续的输出丝毫没有减缓他们冲冲的步伐 转眼之间虫族便来到了要塞下面 张开大嘴拆卸要塞的钢架 而远处更是出现了罕见的飞虫 利用俯冲配合前乐轻松破开人类的防御 很快输出的节奏赶不上虫子进攻的速度 灵星的虫子已经登上了城墙 而远处潮涌般的虫子让中尉的星顿时凉了半截 剩下的士兵只能一边抵挡一边撤向要塞内部 一味地消耗队友之间很快出现弹药不足 用不了多久他们都将成为虫子的食物 就在这时一艘运输机出现在半空 在大家的掩护下缓缓降落 幸存的士兵赶紧展开撤离行动 而这时脚下的大地突然震动 躲闪不及的士兵陷了进去 原来虫族的甲壳虫又出现了 一旁的瑞斯剑撞 拔掉守雷的撞针 看准机会直接将守雷扔进虫子的嘴巴里 瞬间将甲虫炸得粉碎 正当瑞斯为自己的战果感到高兴时 一只虫子突然从身后冒出 强尼的提醒还是太迟了 没反应过来的瑞斯直接被利爪贯穿了身体 虽然众人合力还是将他救回 可还是改变不了瑞斯牺牲的结果 在为他举行太空葬礼过后 强尼遇到了当初的孝友卡尔 原来高层早已知道这是虫族的陷阱 但还是派机动部队去送死 目的就是要引出虫族的首脑 只有这样才能完全消灭虫族 接下来任命强尼为中尉 让他带领盟拳小队寻找脑虫的位置 很快他们再次回到了K星球 带领新兵准备一举拿下星球的控制权 而此时虫族也似乎感到了危机 朝着太空发射数枚离子炮 而这次艾力的舰船没有那么幸运 正准备开启虫洞跳跃时不慎被离子炮击中 整个飞船直接断成两节 瞬间的施压导致多名士兵被吸进太空 失控的飞船朝着星球撞去 幸存的人只好乘坐小型运输船逃领 结果艾力所在的飞船遭到撞击 失去控制一头扎进了虫族的山洞中 一路滑行直至撞到墙壁这才停下 通过无线电与附近的墙泥联系 刚说出具体坐标就发现已经被虫族包围 两人赶紧拿起武器拼命抵抗 可由于势单力薄 很快他们就被对方活捉 此时前方爬出一只他们从未见过的虫子 这便是虫族的首领脑虫 队友知道自己凶多吉少 将一只短刃交给了艾力 此时的脑虫晃悠着臃肿的身体爬向二人 伸出口气便开始吸食队友的大脑 他便是依靠这种方法来增加自己的智慧 很快轮到了艾力 就当他准备动嘴的时候 艾力抽出短刃割断了脑虫的吸管 痛得脑虫一阵惨叫 就当艾力以为自己丧命之时 强尼握着小型核弹及时赶到 聪明的脑虫知道他的威力 晃动臃肿的身体向后退去 将战场留给了艾力克虫 强尼赶紧带着众人逃跑 一边扫射一边朝着洞口撤退 片刻之间虫族的尸体堆满了整个山洞 继续拖延根本不是办法 一名重伤的队友一把夺过强尼手中的核弹 打算留下自己将它引爆 剩余的人忍着悲痛朝着洞口跑去 接着火光四起 爆炸后的余波充满整个山洞 幸存的几人走出洞口 却看到人们欢呼着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 原来他们成功抓到了脑虫 正五花大绑地将虫子拖出山洞 赶来的卡尔一直斥迷于虫族的脑电波 伸出手放在了脑虫的头上感受对方的思想 这次人类终于取得了胜利 立刻将脑虫运回实验室 科学家成功找到了虫族的弱点 相信在未来不久一定可以将它们一举消灭 可在浩瀚的宇宙中 不知人类是否真的会轻易取得胜利